美国星期三九的七日 指责克里姆林军在乌克兰监督所谓的过滤行动 并提供被迫转移到俄罗斯控制地区的乌克兰人名单 美国要求俄罗斯停止这种做法 上个月 耶鲁大学一份由美国博物院支持的报告称 俄罗斯及其在乌克兰的代理人部队 加21个地点运作 这些地点被用来拘留 省信和处理战俘和平民 该报告援引商业卫星图像和开源信息 以高度可信的方式确定了这些单独的地点 包括以前运作学校 市场和普通建议的设施 乌克兰官员指责俄罗斯 从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地区驱逐数十万人 莫斯科方面否则是2月24日入兴乌克兰以来 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中由于针对平民 并表示正在向那些希望离开的人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